李章,有个图铺,长得人高马大,面向凶恶,在屠宰这一行已经干了二十年。 十多年,这图铺名叫朱彪,经常忙到后半夜才回家。 这一天晚上,朱彪又忙到了后半夜,竹子一人往回走去。 当他走到这庄口的桥上时,发现在这桥上坐着一名老狱。 朱彪虽说长相凶恶,但是却是有一副好心肠。 他忙走过去,关切地问道, 老娘,您是从哪儿来的?大半夜的?坐这儿干什么的? 老狱脸色苍白,毫无抉择。 他转过头,只看了朱彪一眼,没有说话。 朱彪心想,或许是这老狱耳背,没有听听我说的话,于是他又问了一遍。 您是哪儿的人?来里装作什么?是不是迷路了? 老狱有些不耐烦了,白了他一眼,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,没有说话。 朱彪觉得,这老狱可能是个笼子,所以才没有听见。 心想,这深更半夜的,他直升坐在这里,估计也不太安全,于是笔划着,让老狱赶紧离开。 这时,老狱终于开口说了句话,你快走吧,要不是你身上阳气太重,秦义,你就走不了了。 听了这番话,这朱彪才意识到,眼前这老狱他根本就不是个人。 朱彪正在猜测,老狱又接着说道, 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,却又无法下手,真是可惜了。 朱彪从腰间接上一把刀子,原本他见这刀子有些迟钝,想拿回家磨一磨,谁知道竟然在这个时候,海上用场了。 此时,有些受到惊吓的猪彪,用刀指着那个老狱说道, 老狱,你别猖狂,晚夜三更,你想害人性命,持我一刀。 说完,挥刀向老狱看去,老狱此时大吃一惊,忙站起身来要落荒而逃,便匆匆地消失在了黑夜当中。 朱彪见他逃走,一腔的怒火无处发泄,现在就在那桥上破口打骂,骂累了才回家去休息。 第二天,朱彪将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家人,家人听后都感觉不喊而立。 朱彪的爹爹多少懂得一点鬼神之事,于是便对着朱彪说道, 儿啊,你经常杀生,这身上煞气很重,所以面相越来越凶恶,就像人怕恶人一样,这普通的鬼也怕恶人。 听完这句话,朱彪心里无谓杂陈,不知道该庆幸还是该惭愧,不过别的不说,至少他还吓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。 不过那玩意儿可真不是人,究竟是不是鬼,朱彪也不太确定。 只是几年之后,朱彪开始抵触杀生这件事情,隔了几年,终于洗手不得做图铺,改行做别的。